各位亲爱的台东市民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市民代表潘怡平 为了因应疫情因素 第十二届第八次定期会市政总咨询 改采用书面咨询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本次本席将咨询议题分为三大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市工所的资源回收厂 因于今年资源回收厂 2月2日发生无名大火 目前在新的城南厂商 是否有按照SOP作业流程 将资源回收热设处理妥善完成 因本席近几个月发现观察 在资源回收厂的热设虽然一样是堆积如山 但现况比之前在发生无名大火前的状态好一些 资源热设物不再是堆叠至墙外 造成住户们的困扰及脏乱 本席建议市工所对于资源回收厂 与现在的厂商要建立防灾紧急处理的对策 将损害将至最低 也还给市民周边住户的环境 第二个方向是台东市未来热设 是朝野埋或者是焚化炉的方向 因为台东市现在市区热设量每日近70公吨 从今年7月中台东县政府办理焚化炉四烧热 至8月中后结束 我们现在市区的热设一样是回到建农里热设野埋场 因野埋场已尽饱和 请问市工所市长对于未来的热设处理及规划 是否有因应的对策与方案 也希望张市长进入议会后 能继续为我们台东市民的朋友们 一起解决台东市未来热设处理的问题 第三个方向是台东市公所公务课承办人员 在执行代表们于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提案 公务课承办人员从收案到联系各相关公务部门 人员到现场会刊 再到最后通知回复执行的SOP流程 其实这效率非常低 因为常常看到其他公务部门的人员几乎是请假未到 最后只变成公文往返的记录 时间一拖长 其实已经失去会刊的意义 等代表们要后续追踪提案 公文已经归档封存 不能只是在定期会议上才作与讨论 本席建议改善 第一个公务课收案承办人员能提早联系确认各公务部门 所约定的时间大家再进行会刊 才能提高会刊的效益 让提案能尽早完成处理 以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点公务课未来能将代表们的建议提案内容 放置台东市公所官网平台 让市民朋友们能更透明清楚的看到市公所办理的情况与执行进度 以上是本席本次市政总咨询的三大方向 也希望未来能与市公所团队一起再努力 让台东市更好成为幸福居住的城市